近期楼市贫禄涉样成交。年底前全港最少有26个新盘。陆续三年额外印花税,SSD,捆绑期介满。 涉及单位预一万伙。市场料最少一成放售。预千伙松绑货随时涌入市场。供应大增令市场出现压力。随着市道转差。近日有个别业主甚至宁支付纳税出血斩滥离场。楼市仰景号。过往纳招货即使三年捆绑期屈满。 围楼市气氛街。市场闹盘坊。普遍业主都不急于出售。多抱着等内一点。赞深一点的心态。如两年前东冲星会一个十座低层滴室。 业主以643万元沽售。辞货三年。赞幅逼近九成。将军澳至南天及Savannah同于两年前先后松绑。 两盘分别录SSD解封盘。赞幅逾50%至63%。不过,经济受疫情冲击下。松绑货成业主脱货机会。不小纳税将戒满业主。已在市场放售单位。 踏入下半年。大型解封盘之一全湾海之戀,爱原美勇逾1400伙。 早前手中二手松绑货转售。赞幅只有15%。最新在下市新低。六赞幅跌穿一成个案。 市场消息指。海之戀,爱原美现时有10个二手放盘。其中,2A座高层私室。 实用791方尺。三房一套间隔。原业主最初叫价1780万元。 新近减价80万元或约4.5%至1700万元成交。 赤价21491元。原业主于2017年7月以1559万元扣入单位。 辞货三年。SSD界满职沽货。账面获利141万元或约9%。 不过,扣除扣入离印费及佣金。实赚约60余万元。 升幅只赔回4%。反映解封的额印货赚幅已不及当年佣。 云海深急业主宁食药。年底前解封盘包括九龙建业034薄芙林63扑夫林。 8月及9月松绑的楼盘共有8个。 进海一期遇1000伙教竹目。 另外,10月、11月及12月松绑的楼盘超过10个。 包括南昌站会采议。将军奥日出康城进海议。 侧如冲军豪峰等。尚未松绑的马安山云海。 近日已有业主连额印税沽货选手离场。 官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认为。 下半年楼市主要受本港政治局面和经济环境影响。 若环境持续恶劣。本港楼市会有所调整。调整幅度不大。 因为有七成香港人已经供原楼。 加上近年入市的人要比高乘数上揭。 所以持货力相对高。 他认为业主会否放盘套现时取决于个别心态。 但他认为现时大部分业主不舍得涉样离场。 故狠大机会继续持货正观楼市走势再作决定。 感谢观看。